8月31日 网传好声音主持人华少被带走调查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透露 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 所以才把华少带走了 如果证实了华少有罪 那他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还有网友发现 华少的社交账号从8月17日开始就没有更新过了 所以大家觉得华少被带走的消息很有可能是真的 毕竟作为浙江卫视的一哥 华少对好声音的内幕应该是最清楚的 他被查 无疑说明好声音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就在大家热议的时候 有一位律所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件事 并透露华少看起来很憔悴 可能会被判刑 因为有关部门有很多证据在手 对此有网友表示 他活该 因为华少做过很多让人反感的事情 比如说主持追我白石 高颖翔意外去世了 但是华少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或者歉意 还继续主持节目 这让很多网友骂他没人性 还有他曾想给朱丹介绍自己的父亲做男朋友 这让很多人觉得他三观不振 谁会给自己找小妈呢 所以这次他被查了 很多网友觉得他最有应得 对此你怎么看呢